今集 漁夫人有食同類啦 不過又真的蠻好吃的 全深圳這間餐廳的獅子衫 在競爭這麼大的營商環境之下 仍然壓立不到 究竟有些什麼個人之處 看完片就知道了 精彩內容 盡在漁夫人Channel YoYoYo 歡迎來到漁夫人Channel 今天帶大家去吃燒鰻魚 交通方法 大家可以在福田口岸 等待半個小時去南郵站 遲些深圳灣地鐵站開通了之後 會更快更方便 到了南郵站之後 搭電梯上大堂 看到F出口繼續向前走 F2出口會比較近餐廳 搭扶手電梯上地面 一路向前走 走到前面見到工商銀行 然後再向前走 去到信和購物廣場 廣場的左手邊 就會見到獅子山 我們搭這架升降機上四樓 一進去就看到獅子山 環境介紹 獅子山在深圳得一間分店 就是在南郵站 它是深圳哈湖翠鰻魚專門店 裡面用了韓式裝修風格 一進門後就見到兩個鰻魚池 分別裝了肥鰻和翠鰻 肥鰻的口感是肥味軟糯 而翠鰻就是Q彈爽脆 而且比較小骨 店裡面的座位都挺寬敞 不會坐得好迫熱 冷氣都足夠 除了鰻魚 這裡還有烤牛肉 烤牛舌等等的食物 用餐體啊 大家可以在線上買團購 一九八套餐有鰻魚 烤肉 還有半飯 當然還有無限續添的六款小菜 魚夫人最喜歡就是吃泡菜 這款泡菜不算太辣 適合我的口味 還有這個南瓜湯也是潤潤的 這麼快的鰻魚就來了 我和表姐選了脆鰻 因為我們都喜歡吃脆脆的口感 如果大家喜歡吃肥一點的 可以選肥鰻 還有這個聽說非常出色的口切牛舌 大家可以選金瘡魚魚子拌飯 或者韓國海大湯 我們就選了拌飯 這碟是人心牛扒 不是開玩笑的 整條人心都給你了 還有這個看起來平平無奇 但實質很好吃的海鮮餅 職員現在準備幫我們燒飯吃 全程都不用自己動手 我也是第一次試到這個人心牛扒 風味都很獨特 職員會問你想要多成熟 牛肉的肉質很鮮嫩 還有充滿蒜蓉味 夾閘著少少的人心味 隔著螢幕都聞到那股香味 我不客氣 先幫大家試吃一下 餐廳都很貼心 準備了不同的醬料 給我們點肉吃 還可以包紫菜和紫蘇葉 加蒜一起吃 大家想加什麼材料都可以 包完了 這個真是超級無敵大集會 沒想過這個人心牛扒 也挺有牛味 不錯不錯 每燒完一樣食 職員都會換一張紙 現在我們就燒這裡 很有名的口切牛絲 有人說牛絲比萬月更好吃 所以我怎樣也要試一試 說這麼快就燒完了 當職員剪開牛絲的時候 會漏汁的 你看多汁 人氣王廣言名不虛傳 牛絲很厚 帶有一點點炭香味 外趣內嫩 咬下去會爆汁 大家吃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第一道我喜歡吃的菜式 就是這個拌飯 它放了香油紫菜 金蒼魚泥和魚子 再加上沙律醬 你可以煮成一個寶寶 哈哈哈哈 看大家 飯糰 飯糰 入面很多材料 金蒼魚泥 要不要吃 嘗嘗一下 這個魚很香 你可以配合配菜一起 配飯一起吃 重頭戲來了 就是吃鰻魚 吃鰻魚之前 當然要叫職員幫我們捉一條翠鰻 你看他們多活躍 這位哥哥差點也捉不到 幸好最後捉到一條 燒完牛舌後 我們就燒鰻魚 所以要轉一個盤 今天的重頭戲 燒鰻魚 它有點滋滋無油 有點滋滋的 這樣就差不多 如果大家不喜歡吃幼骨的 鰻魚可以叫翠鰻魚 因為翠鰻魚 鰻魚很少 鰻魚很少 首先翠鰻 翠鰻 鰻魚很脆 如果你喜歡吃翠鰻 那一類很脆的東西 你可以選擇翠鰻 我感覺到我吃下去應該會滋滋的聲 很細心 燒了一段時間之後 終於可以吃了 你看多有油光 多有光澤 加完配料之後 是不是好像韓式的炸雞呢 我之前有吃過肥鰻 肥鰻就有點像日式的鰻魚飯那種鰻魚 而翠鰻就很爽口 吃下去會滋滋的聲 還有很少骨 大家可以在燒鰻魚的時候 叫職員幫你加上這個鰻魚汁 會更加香和更加濃味 先點東西喝 我想喝珍紅 或者是 我們去看看有什麼喝 這裡有各式各樣的酒 配上鰻魚食 真是一流 有珍瑚 有回酒 天地日豪 我是否要支持阿薩麵姜 我們要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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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韓國喝過之後 一直對它念念不忘 每次去韓國餐天 我都會喝 乾杯 深圳的獅子山活口 鰻魚店真是一個令人難忘的用餐體驗 這間店的特色當然就是 燃點燃烤的活鰻魚 如果你喜歡吃鰻魚的話 一定不能錯過 另外服務質素也很好 全程有專人幫你烤肉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如果喜歡就給個like、share和subscribe我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